我們在調查過程當中就發現到新北市政府在整個行政查處的過程 特別是針對這個不當對待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個查處過程未盡確實 還有就這個餵食不明藥物的檢驗的結果的說明 還有就學安置的這個配套措施等等的這個過程 許設有多項為師所以導致在整個從去年6月8號的這個記者會說明之後反而引發大眾更多的恐慌 那教育局呢他們當時要預備要扣這個監視畫面的時候就接到了檢警單位說 因為這個案子可能涉及到重大的一個兒童保護的問題 那為了怕打草驚蛇啦所以請他們先不要洩漏 那後來呢他們在去現場的機查過程當中只看到四支監視器 那我們去比對新北地檢他們真正扣到的後來扣到的這個監視器大概有13支 到現在為止他們還沒有 無法取得這個關鍵的影像全部留在地檢署 所以包括家長也沒辦法取得當時的這個 幼兒園的這個監視器的畫面來確認 到底他的小孩有沒有不當對待 所以真相為民 也是希望 新北地檢能夠盡早 就這個偵查的這個狀況 早日的釐清 不然家長的心情上面一直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好